大家好 这里是大叔说花 咱们继续给大家做这个美洲一画 美洲咱们还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当季的比较合适的花材吧 这周呢 咱们用这样的花材 这个呢 叫紫苏兰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认识 但是这个是一个小明色的紫苏兰 这个颜色可能看得比较少见 那天我看挺好看的 所以买了一张 紫苏兰呢 是个冬春季节的花 春天的时候质量最好 春天一到 紫苏兰的质量就完美了好久了 但这天一热 就不行了 因为紫苏兰很怕热 这种花估计 很多朋友都经常买啊 养母的 花毛根 咱们用这种种花 给大家拆一个美洲一画 咱们先拆啊 拆完以后呢 再跟大家聊怎么回事 咱们先拆紫苏兰啊 再来瓶子 和红柄蛋 盐 挑战 得到 充满 后来 再来 充满 冬腾 优优 好 咱们这则要再擦上了 因为刚才我打这个阁 所以它相对来讲位置比较控制 如果不打阁的话很难擦成这样 反正咱们再擦这个羊母它 羊母呢其实因为这个花花期间长一点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花垫也好 琵琶叉也好容易存 所以说你在买的时候 你千万看一下下边叶子有黄的 如果下边叶子有黄的 可能就放的时间比较长了 所以还是要看一下杆和叶子 如果杆发黄叶子发黄 这个花放的时间比较长 不介意买啊 你看叶子就发黄了 发黄的时候叶子就不好了 对了 大家睡觉哦 那些东西 大人要来点好 雀才不闹 那些东西 把手放得到 然后再移民 往远一点 噶 山刀 马尾 好了 咱们这儿 这个花就插完了 这个花呢其实也是一个金色色的代配 这个紫蓝是香槟色的 羊母呢还是橙色的 橙色跟香槟色应该算是金色色 橙色的颜色更深一点 香槟色的颜色更浅一点 所以就是一个金色色的代配 因为这两种花呢都是基本上春季的花材 所以我选了这两种花作为搭配 而且呢市场比较多 也比较容易买到 但是香槟色的这个紫蓝可能不是太好买 但是白色的粉色的藕合色的都能买到 基本上咱们用金色色或者对比色的搭配都可以 你比如说白色紫蓝加粉色的羊母带 或者粉色的紫蓝加白色的羊母带 或者浅紫色的这种紫蓝加白色的羊母带 粉色的羊母带就是白紫粉紫都可以 只要呢就这两种花材 就是紫蓝和羊母那种花材有色差就行 就不要回到一起啊 如果金色色呢一个更重一点一个更浅一点 如果是对比色呢就没什么问题 就是要把这两种花材的颜色区分开这样的话 两种花材分别看得更清楚完了以后呢层次可能更好一些 至于制作呢非常简单啊 咱们就一般的花片打一个格 然后用这个紫蓝先打个大的架子 然后把这个羊母的穿插在中间就可以了 其实制作是非常简单的 但可能打格如果不打格可能会比较麻烦 我回头会把这些瓶子的大小啊尺寸啊 还有花材的数量之类的 我会写在我的公共画上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看一看啊 好那这种每周一花呢 就跟大家推薦这么多吧 我也认为这个季节相对来讲 比较不错的花材 因为我觉得这个紫蓝的质量会越来越好 那好希望这个搭配大家会喜欢啊 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试着自己做一下 好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喜欢可以